那么之前的话呢 您说到过 像上海周星这样大的楼 只有在我们这种人口密就比较大的大型城市 像上海这样的城市 才能够真正的发挥其相应的作用 但是目前我们看到 在中国很多高层楼宇的开发 已经走向了二三线这样的中小型城市 那么在您看来 在于这些二三线的中小型城市的 这种高层楼宇的开发当中 除了能够把这些高楼宇的开发 高楼大厦作为一个当地的地标象征之外 它还能够带来什么样的功能呢 因为作为这样的一个高楼 一定会是一个城市的一个 地标性的这样的一个建筑物 但是呢 如果我们仅仅是为了满足 这个地标性建筑物呢 实际上还需要考虑更多的问题 比如说投资 比如说你有没有这样的管理团队 你有没有这样的市场 特别是在二线三线城市 当这个超高层建筑的投资 非常昂贵的时候 但实际上未来 出租或者出售的 租金和成本都会非常高 那因此我们必须考虑 有没有这样的一个市场 足够来支撑这样的超高层建筑 能够正常的运营 所以我认为在上海 北京 广州 深圳这样的一线城市 或者有一部分的二线的城市 但是它的经济总量 它的发展速度非常快 那么在它的市中心区 在它的核心的商业区 去建造这样的一些 数量也不能太多的 这样的超高层建筑 也许它还能够 就是说有一个市场 能够来支撑它的日后的正常运营 如果其他的城市 如果也要去建 那就需要非常慎重地去考虑 我建议最好不要去冒这个险 那第二个问题 事实上的话 在咱们的上海中心 设计当中非常明显的一个亮点 就是咱们在这个空中楼层里面 预留了很多的公共空间 这些公共空间的话 我想问一下 自从咱们的上海中心开放之后 您看到大家是如何使用 这些空共空间的 是不是有一些比较创新的方式 来使用这些空共空间呢 这些空间在我们适用的过程当中 实际上就是人们非常喜欢 这样的一些公共的空间 他们有时候中午的时候 或者晚上的时候 他们会去到这些空间去坐一会儿 聊聊天 这个是非常好的 特别是有些租户在利用 运用这些公共空间的时候 是完全出乎我们的意料 比如说我们在37楼 引进了一家博物馆 而这家博物馆 在我们有一个空中大堂里面 在37层的 170多米高的这样一个室内空间里面 去做了一个我们苏州的私家园林 就是它完全是用太湖石 用金丝楠木做那个亭子 然后还引进了四棵 600年以上的这些纸汤 就把一个公共的空间 真的变成了一个苏州园林 我们叫半亩园 因为它的面积有300多平方米 这个是完全出乎我们的意料 确实就是说 因为我们原先的设计 是设计成一个公共空间 而我们的租户 发挥了他们的聪明材质 把我们这些公共空间 做得更加有趣 更加吸引人 那么我们大家都知道 咱们的上海中心的话 是所有的这些高层楼宇当中 非常经典的一个代表 它集成了我们的住宿的需求 同时的话 也集成了多个功能区的需求 那么我想相信的话 未来的历史会告诉我们 它是多么伟大的一个建筑 那我想说 在我们新的这些楼宇的建设过程当中 您认为我们如何能够平衡 就是它这个楼宇 既要是一个地标性的建筑 同时要有融合多功能 这样的一个需求 事实上 现在这个社会的发展 已经跟十年 二十年以前都是不一样 那个年代的时候 大家可能追求的比较 实际一点 就是希望把一个建筑的 每一平方米都变得能够租出去 或者卖出去 能够去盈利 但是到现在这个社会 实际上 八零后 九零后 包括零零后的这些年轻人 他们都逐步的成为一个 社会的一个消费的 主要的一个 这样的一个力量 所以对他们 对生活的要求 已经不是简单的 我就是办公 我就是住宿 我就是购物 实际上他们的生活的追求 已经超越了一种 简单的物质生活 他们可能更多的是追求 精神上的 人文上的 他的参与 过程的 这样的一种生活方式 所以 对未来的 这样的一些超高层建筑物 我认为我们不仅仅是 要把它去盖一个 更高的一个建筑物 因为这仅仅是一个物理上的 一个高度 因为别人永远会超越你 而应该对这个建筑的内涵 对它的 绿色 环保 它的人文 它的生活 有更多的关注 然后提供更多的公共空间 去让人们能够在里面 有各种各样的活动 也让市民能够参与进来 那你这样的楼 就会有新的生命力 也许有人说会这样的话 会 我的住住令的面积少一点 我可能 这个会 减少 但实际上正因为这样一种 参与式的 大家一种 互相 互相 联通的这样的一种方式 恰恰会提高你 这一栋楼的 价值 这种价值 可能不是简单的 用金钱能够算出来 嗯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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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嗯